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发展迅速 网络购物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 大家足够出门就可以享受到网络购物的便利 很多年轻人可能就有使用过蚂蚁花碑 再没钱但想买东西的时候 花碑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便利 不过大家知不知道花碑一旦逾期不还钱会影响真心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 大家都是各执一词 对此蚂蚁花碑官方也做出回应 目前花碑的服务主体没有查询 上报央行征信的权利 也就是说征信作为国家的信用信息系统 蚂蚁花碑是没有资格进入的 但是蚂蚁花碑对于支付宝里的芝麻信用的影响很大 芝麻信用是支付宝推出的一个信用信息系统 拥有较高的芝麻分值的人 可以享受到免压金入住酒店 骑共享单车也不用交压金等多项福利 就连很多平台贷款也会要求看芝麻信用 因此芝麻信用在我们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使用蚂蚁花碑后不还钱 系统就会自动的扣除绑定银行卡里面的钱 当然了 一些老赖银行卡估计也不会放钱 这时用户的芝麻分值就会降低 甚至连家人和朋友都要遭到连累 他们的信用分也会被降低 花碑的客服还可能会每天打电话过来 要是这笔款再不还以后就别想着贷款了 因此这个逾期还款的事情 对我们的个人信用和日常生活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按时还钱哦 话说大家有使用过蚂蚁花碑吗 你的蚂蚁花碑额度都有多少呢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